依稀225直升機 帶領著海鷗直升機 低空飛越台北市區 遠方的基隆河清晰可見 台北101大樓 更彷彿觸手可擊 這是低空飛行的編隊空場 號稱磁航天使 空軍救護隊 三架直升機編隊飛行 第一次通過台北市政府上空 距離地面只有250公尺 民眾看得好興奮 非常的特殊 非常的炫 還有國二學生 一身軍事迷裝扮 帶著相機早就在場等候多時 我覺得很興奮 因為第一次在機場外面 看到直升機 有點就是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如果能帶到其他景的話 會更好 在這場上 一一制造作業進展 一掛擊中 一一制服對手 特戰弟兄也來露一手高強戰技 國防部和設服團體合作 鼓勵身心障礙的小朋友走出戶外 源源會向不少大小朋友 體驗蛙人必經的天堂路 手槍和步槍模擬射擊 來當一日軍人 好玩 就是比較很真 讓我有刺激感 槍本身有重量 然後又要對準 所以就是還蠻困難的 現場援遊會 像是嘉年華會 陪民眾過週末 也要為先前風波不斷的國軍 重新挽回形象 競選區剛好李維廷 特別報導